牛藏是奶牛生产的基础设施 既要经济适用,又要科学合理 符合卫生防疫要求 建设牛藏时,要注意控制牛藏的内外环境 为牛群提供一个规范、舒适的藏所 长指选择是奶牛厂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前期规划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牛厂应建在地势高造平坦的地方 在居民区和公共建筑区的下方向 交通便利 距离交通干线一般不少于200米 距离居民区和其他序幕厂不少于1000米 距离续产品加工厂不少于1000米 牛厂内的土质最好为撒壤土 透气、渗水便于卫生管理 奶牛生产用水量较大 应保证稳定的水源供应 同时需配备稳定的电力 牛厂厂区要布局紧凑 节约土地、利益环保 同时应考虑长远扩建需求 规模化奶牛厂厂区可以划分为 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 生活管理区应建在上风向和地势较高的地方 分屋处理区和隔离社建在下风向和地势最低处 生产区位于中间 生活管理区主要包括生活设施、办公设施 以及与外界接触的生产辅助设施 生产区主要包括牛舍、集奶厅和其他生产辅助设施 饲料库和清素教是重要的生产辅助设施 应方便车辆的运输 隔离区主要有隔离牛舍、处分厂和污水池等 牛厂内道路分净道和污道 净污道要避免交叉 目前规模化奶牛肠都采用散篮饲养 牛舍都为采钢瓦结构 彭舍支柱为钢管 四周无为墙 牛舍顶部加防辐射保温板 以减少阳光辐射的影响 这样既降低了建筑成本 又便于通风 奶牛舍多东西走向 每栋牛舍的长度根据养牛数量来定 两栋牛舍的间距不应少于15米 散篮式牛舍分为采石区 牛卧床和散放道等 牛群可以自由活动采石 卧床上常铺有沙子 倒壳等做电料 成年母牛卧床 一般长2.2至2.5米 宽1.1到1.2米 通常设计成前高后低 大概3%的坡度 方便卧床内的尿液和污水 流到卧床后端 不同卧床间有钢管隔篮 长度为牛床长度的3分之2 卧床后端会设置排水孔 将尿液和水排到清粪通道 散放道主要用于机械清粪 牛舍内有饮水槽 多为不锈钢结构 便于清洗和补充水源 牛舍内的味料通道 要求表面光滑 不渗水 耐酸碱 耐磨 宽度要与牛场内撒料机型号匹配 毒牛栏主要是为养殖 两个月以内的毒牛而设计的 放置在毒牛舍内 多采用钢材和钢网焊接 采用尺寸为宽1.2米 长1.85米 高1.2米 毒牛栏正面为活动的门 门上配有可放饮水桶和料桶的环 两个桶之间的距离为25厘米左右 奶牛天性怕热不怕冷 当环境温度超过25度时 就有不适应的感觉 这时牛舍内需安装排风扇和冷水喷淋设备 为奶牛创造凉爽的环境 集奶厅为全场奶牛集中集奶的地方 位置要考虑到牛脂出入方便 牛奶运输和排水排污等问题 奶牛的站台要高处操作者 站立地面1米左右 以方便集奶员直立操作 乳品处理间应设在集奶厅一侧 牛奶通过密闭管道 输送到乳品处理间 再经过滤降温后冷藏 绿化是整个牛肠建设的一部分 应有统一的规划方案 草内绿化应把折因 改善牛肠小气候和美化环境 结合起来统筹 牛肠的主要道路两旁 可种植桥木、灌木和花草等 这样既有利于防疫又美化环境 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 创造出适宜的环境 促进牛群健康生长 才能有效提高养牛经济效应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学习到这里 再见 再见